看到有一名百万YouTuber爱丽莎莎 她最近飞往了泰国旅游一个月 而且她还透露她在曼谷当地买房子了 而且她还大赞房价是台湾的五分之一 直言说觉得台湾的房价真的高得太不合理了 不过对此有知名的求评实名警说 这样子去比较不太妥当 因为台湾人均GDP其实是泰国的五倍 对泰国人来说 想要在泰国当地买房子也很困难 我就是工作区也做很大 你看她是做双人的 行李都刚好这样子有一格给你放行李的 最近影片分享泰国饭店设施 YouTube频道超过百万订阅的爱丽莎莎 最近跟男友到泰国旅游长达一个月 入住高级饭店十分喜爱当地文化的她 更直接在泰国买了一间房 个人社群高调宣布在泰国曼谷置产 发现当地房价很亲民 只需要台湾的五分之一 还大战设计公社采光都很好 认为台湾房价贵得不太合理 在泰国买房偷七款还只需要缴百分之十三 不过破文一出却有不少人认为需要多方考量 团购达人486先生就指出泰国买房 外国人是没有土地权的 只买了建物 未来房子老了需要拆迁时就什么都没有了 过去曾在东南亚生活过的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名单中的 求贫实民警也认为这样比较不太妥当 如果以人均收入跟GDP来讲的话 我们是泰国的接近五倍 所以你看房价接近四到五倍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我们不能够直接把两个完全不同体制内 不同经济制度下 甚至不同收入国家的东西拿来对比 实民警认为国家不同各自也都有需要面对的居住正义问题 纯粹拿泰国房价抨击台湾房价不合理 泰国资产是否划算恐怕还需多方考量 三新闻高官宣秀明台北采访报道 继续关心地产消息 全台第一家民营加油蛋就在台北市林区中山北路五段上 大地主是万宝纺织厂 原本这块地呢曾经跟国兵要谈合见 不过最后不了了之 不过万宝纺织最近是砸下了将近1.9亿元 买下了同路段上面的豪半 带你一块去了解这一名神秘地主的故事 士林中山北路五段中正路交叉口的精华地段上 2500坪的土地由万宝纺织厂石油 目前营业的是国内第一家民营加油站 时间回到1988年 西欧加油站员从中油人员手中接过加油枪 正式宣告开业 当时就是由万宝里家创办 政府把那个公园征收掉 所以把那个万宝纺织厂就没做了 征收那块地他工厂就要退掉啊 啊记得那时候有跟政府打官司 早在2009年国兵和大股东市店 就跟万宝纺织签订备忘录 打算共同开发百坪豪宅商场饭店 事实上看200亿元 原本说好在2014年完工却迟迟没有下文 2018年这块地被划定为更新地区 要回馈政府四成土地 其余设为特定商业区 那个我不知道啊 那个我们都没有在处理啊 现在是给顾问公司在处理是不是 是啊 2500坪的土地重建 还没有新进度大地主万宝纺织 就以1.89亿元买下中山北路的豪板五楼 万宝纺织砸大钱买下同条路上的豪板 全账246坪开算单价95万元 相较住宅行情便宜许多 它有一些阻弹道的效益 而且它也相当临近所谓的市民捷运站 它有这些生活圈 它其实未来住宅产品的价码 可能都可以来到单品100到150万左右 不过目前的加油站还在营地中 何时充建还是未知数 市领大地主一举一动引发市场